歡迎回到五間總結的時間 採訪我心悲的嘉賓 在要財政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就是丸子熙Herry Herry 你好 Herry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現在恆子的表現 恆子方面現在跌28點 到19,770點 期指跌74點 低水11點 國企指數跌47點 到9,496點 成交額方面亦比較疲弱 來到11.9時間還有15分鐘 半日就收市只有160億多 今日市亦是比較缺乏方向 星期四方面是期指結算日 亦見到星期五方面 白藍黑會在銀行家聯會上發表講話 市場情緒是否普遍都是官網為主 暫時都是政策真空期 市場是否等待好消息出來 沒錯 我們看到今天港股表現 亦在反覆上增持 以本身指數曾經在10點的時候 亦都試過上衝19,800點的水平 但亦都及後見到有一個回落的趨勢 亦都見到 在基本面那方面 其實你會見到 在不同的業績的發佈當中 你會見到在藍醜那方面 其實就是 那個案年的增幅 無論是在順利或是營業額那方面 其實是很壞參半的 以本身一個業績發佈期到尾段的時候 我們見到不同企業的盈利方面 都是有一個不太好的趨勢來講 對於港股有一個支持作用是有限的 如果你們看回外圍來說 剛才Necco也說到 在星期五也都會是市場一個焦點 亦都會是聯儲局主席白南克 亦都會是在銀行家聯會那方面 在Jackson Hole舉行的一個會議當中 發佈講話的 究竟會不會在市場一直在憧憬 究竟會不會推出一些QE3的量寬措施 又或者是一些暗示 那方面其實我相信 在星期五之後 都會為到環球的股市 不只是港股 甚至是美股方面 亦都會有一個較為明顯的方向出來 現階段來說 我看回不同的指數表現來說 就是相信去到星期五之前 亦都會有一個反覆上落的階段 至於期指結算方面 其實我見到今個月的表現來說 由八月頭到現在 其實都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以波動性來說 我相信不會太大 以看回整個行指的表現當中 主要是會受制於外圍的一些觀望因素 以本地的成交方面 在觀望氣氛濃厚的方面 我相信仍然會維持比較疲弱一點 另外,內地股市的半日市表現來說 三大指數就個別發展 相稱綜合指數升不下一點 半日去到2056點 沪深300指數跌3點 報2224點 深盛城指方面跌33點 半日去到8369點 今日內地股市都比較反覆一點 但上落區間只是很雜幅輕微 只有9點之距 最低見過2052點 最高見過2063點 其實會不會見到 人行方面今天有進行一個逆回購操作 而利率招標方式 開展了1250億人民幣的逆回購操作 其中七天期操作量是650億 而中標利率大概是3.4% 14天期操作量是600億 中標利率是3.55 其實人行連續9個星期 不斷進行逆回購操作 向市場上 見到內地股市持續沉底 今日缺乏方向 其實人行可以怎樣做 其實內地股市的情況 是不是要見到2000點才見到底部 在點數方面 也見到在A股方面 尤其是在上陣那裡 也有一個反覆沉底的格局 以指數來說 我就會看2000點作為一個初步的支持 你說2000點本身的支持力度來說 在技術上其實不是太多 本身是一個投資心理方面的支持 大於是技術的支持 以本身的基本面來說 看回人民銀行 也會今天進行一個逆回購的措施 我相信 持續9個星期的一個逆回購 投資者其實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暫時 人行是不會調減這個存款準備金率 每當進行一些逆回購的措施 通常是7天或者14天 進行逆回購的時候 為市場 是透過這個措施 為市場 是奔回一些資金 在整個銀行體系的當中 特別見到 在政策方面 剛才Nicole也說到 會較為真空一點 我相信 會在 整個十八大的一個換屆當中 我相信中央那方面 其實都不會說 亂推出一些重大的刺激措施 以本身 你會見到 昨天也是溫總裏面說到 需要一些針對性 刺激出口方面的一個措施 但如果你說 帶動整個中國經濟的不同的指標 包括出口 投資 和消費方面 其實出口在中央方面 是較為難去刺激的 在於 出口主要的需求方面 是來自外部 我們看到歐美的經濟方面 其實仍然是一個比較疲弱的階段 相信第三季方面 在出口數字 接下來發布的 都會是比較差的 現階段來說 如果見到十八大換屆之後 相信中央會率先做更多的投資方面 又或者消費方面的措施 但及後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我相信A股的表現來說 仍然會在二千點至二千一百點 反覆上落 謝謝 和大家看看藍籌股的最新情況 相關的藍籌股 匯控升一毫 中移動升五毫半 中行跌一仙 公行無升跌 中行跌一仙 公行無升跌 建行跌一仙 港交鎖跌九毫 新地跌四毫 最新報一百零一個半 長實無升跌 中銀香港升五仙 國壽跌兩毫半 中海油升八仙 中石化跌七仙 中雷跌三仙 中國海外跌三毫二 騰訊跌三元 最新報二百四十二個二 另外 今天升幅最大的藍籌股 是斯田環球 排第二位是中國旺旺 升近超過百分之二 去到十元零八仙 明日旺旺會公佈中期業績 相關內地飲品股 康師傅和統一方面 業績非常亮麗 旺旺的業績是否會繼續追捧 我們看到相關股份 旺旺 例如之前發佈康師傅和統一 其實它的順利升幅 亦是令市場驚喜 這方面市場亦預料 旺旺在成本控制方面 隨著不同的原材料 食品方面 亦有一個下降趨勢 令到它的順利大有機會增加 這方面亦會令到 我相信旺旺在職前 仍然會做得不錯的勢頭 但如果從觀眾角度而言 或是投資者角度而言 現階段來說 股價真的有點高 去到十元以上的位置 即距離高位十個半 我覺得直播空間不太多 如果投資者留意這些股份 需要後低在九個二這些位置 以本身的市盈率來說 其實這些食品股都蠻誇張的 我覺得 有二十倍至三十倍的市盈率來說 究竟整個增長勢頭可否保持得住 好視乎究竟未來本身的成本控制 又或者整個市場環境 如果你看回整個食品股當中 你會見到競爭的情況亦是非常劇烈的 這方面我相信投資者買回黃黃這隻股份 亦可能在較低的價錢 大概在九個四位置才能買入 好,謝謝 另外和大家看看 現在內地食品股的最新股價表現 最後見到中糧油膜升跌 康師傅跌兩毫半 中國食品升五仙 羽潤方面跌七仙 大城方面跌兩仙 萌牛升一毫半 貝源果汁跌近一毫四 往往仍然升超過百分之二 最新報十元零六仙 天日果葉升兩仙 另外和大家繼續看看業績 富士康方面公佈了中期業績 虧損國大到2.66億美元 不派息 上年同期只是虧1,764.8萬元 其實業績做得很差 期內營業額亦按年跌超過1.6 我見到毛利方面亦要虧損 虧損了3,717萬元 其實會否見到 富士康業績的股價和盈利表現做得很差 其實基本質素是怎樣 市場人對它來說都大失所望 看到富士康的股價 亦會見到它反覆沉底的階段 而本身的股價表現 其實幾反映到 投資者對整個業績的預期 現階段去到2.7 看到業績做得很差 我不建議投資者在這個階段去撈底 以本身富士康的盈利前景來講 看到它三大客戶主要是Motorola HTC和Nokia 其實本身他們自己的手機銷售 的情況都是做得非常之差 現階段來說 公司在股價上有一個回升勢頭 需要可能見到 在管理層方面 進行一些比較深的改革 例如一些產品上 業務的一些轉變 又或者尋求做一些比較大的 亮麗的新客戶 這方面其實如果你看前景來講 下半年究竟會不會說 現階段 問Harry會不會說富士康的股價 去到2.7 這個位置可能已經是較為殘 會不會有個回升勢頭 以短炒那度而言 其實我也不太建議買這隻股份 特別是看到整個市場 對於他們自己的預期 或者本身這份業績 是較為失望 我相信大旦的空間 也不會太多 以本身富士康而言 也看到手機相關的股 或者電腦設備組裝的股份 其實大有其他選擇 我相信投資者可以暫時回避這隻股份 另外繼續和大家看看 公佈了業績股份 就是一隻奢侈品股新售例 公佈了截至6月底指的中期業績 半年日利就升了4倍 去到8,229萬美元 每股盈利大概是0.059 不派息 期內營業額按年都升超過1.3 毛利方面同比就升超過1.1 見到業績做得不錯 但股價方面反映程度不是太高 其實他方面也提到 新售例在亞洲和北美銷售增長 抵消歐洲的跌幅 會否見到 其實他未來方面的策略都做得不錯 在亞洲方面銷售增長 也有見到一個顯著回升的跡象 會否見到新售例方面 未來可以提高一線 在這些不同的 比較奢侈少少的零售股當中 我們見到新售例 本身那份業績做得不錯 但是股價也會見到 有一個下跌的趨勢 尤其是在今日業績發佈之後 我見近日久不久 都會有一些做得不錯的股份 例如銀魚 本身業績做得不錯 反之見到 在技術上可能見到的升浪 去到一個較為頂部位置 投資者都是趁高位出貨 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 在投資者角度而言 其實現在見到他出貨的時候 去到較低位置 給觀眾有一個買入的機會 現階段 看回業績的分佈 我們見到亞洲方面 和北美的增長率 仍然做得不錯 抵消了歐洲方面的收入下跌 未來這半年來說 我都會相信 新秀麗 隨著他收購不同的品牌 在整個產品結構方面 其實作出一個發展的時候 令到收入的結構 也會較為健康 我相信 未來新秀麗的股份的表現 無論是盈利 或是營收方面 下半年都會維持一個不錯的增長 現階段來說 投資者維持今早的建議 和不同的觀眾都說過 是13元買入 上網回15元這個位置 有大概2元的一個直播空間 好 跟大家看看 新秀麗現在最新的股價表現 見到現在跌4毫2 跌了3% 去到13.58 Prada升了7毫半 另外南韓方面 也公佈了半年業績 半年小賺8成半 去到4億 2千萬人民幣不派息 其實在預期之內 早前都發了刑警 南韓本身這份業績 在純利方面 有一個大跌的趨勢 其實本身發了刑警之中 其實市場都會有一個預期 但是在股價的走勢來說 如果你會見到 是一個很明顯的圓頂狀態 現階段來說 投資者後翻不同的航空股的時候 主要是在買它 整個經濟環境 隨著第四季初會慢慢地回升的時候 令到跟經濟相關的 特別敏感的一些航空股 有一個回升趨勢 如果投資者看回南韓這隻股份來說 隨著它的國際線路 我見到分佈業績說到 也會較多的時候 在未來也會有一個不錯的回升趨勢 我也會相信 投資者如果在後低 大概在3.2.5的位置買入 再大跌的空間不會太多 也會有一段支持 接近經濟表現和自己本身的收入 有一個回升空間 也有一個不錯的投資資選 謝謝 和大家看看 南韓最新股價表現 看到南韓方面 現價跌超過4%跌1.5% 去到3.45% 東韓跌6千 鑊行跌1.8% 美南機場跌1千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Harry 剛才講過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 沒有 謝謝 和大家看看 恆指半日表現跌32點 半日到19,766點 其指跌76點 低水9點 國企指數跌50點 半日到9,493點 成交額方面有168億多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午1點鐘再和大家見面